台南市長賴清德 將於8月16號率團訪美8天 以國際棒球賽事 與智慧城市為考察主軸 回程將短暫停留洛杉磯 除了拜會聯邦眾議院 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 與加州主記長江俊輝 還會舉辦一場 看見未來演講會 讓南家的民眾更了解 他的執政經歷以及未來願景 《陳獲天下》雜誌 在2012年評選為全台縣市長滿意度 第一名的台南市長賴清德 此趟訪美主要是為2015年 台南市首次主辦世界杯少棒錦標賽取經 並前往鳳凰城 探視正在當地屬訓的 25位台南市少棒小選手 回程則會來到洛杉磯 與此地僑胞相見歡 他是要推動城市外交的行程 所以在我們台南市的國際友人 還有在繼續推動國際外交上面 市長跟市長的團隊會去拜訪 總統特朗里斯的辦公室 然後他也會去拜訪 我們的加州主記長 張川的辦公室 賴清德也將鼓勵旅美僑胞返鄉投資 演講的內容大概就是 是對市政的報告 市長這幾年在台南是推動的發展 還有他對以後台南永續發展的願景 賴清德看見未來訪美演講會 將於8月22日星期五晚上7點 在洛橋中心登場 歡迎民眾免費入場聆聽 台灣會館也將在本週日晚上7點 邀請高雄市立委管閉領導廠 與民眾分享高雄氣暴發生之後 他在災區協助救災的第一手消息 同時台灣會館也鼓勵民眾踴躍捐款 幫助災民儘早重建家園